收到的最新消息是高雄市有一只母猴到市区去抢贪贩的木瓜吃 结果被同类发现了 那么就上演了食物争夺大战了 母猴子就爬上了电线杆去吃 没想到木瓜才啃了没几口 从电线杆上摔了下来 原来他竟然碰到了高压电箱 被电死了 这片中的公猴双眼发亮 发现母猴抢到木瓜 立刻竖起尾巴拼命追赶 我看人来过来 我看人来过来 我看人去里面 汉外食物母猴拔腿就跑 一口气淘到电线杆上 战利品都还没吃到几口 他就从电线杆上 自有落体摔在地上奄奄一息 听到有重物落地声 民众一看不得了母猴倒在地上 嘴里还有没吃完的木瓜 满地的木瓜子赶紧请来消防队员 抢救母猴 在这里要把他捏 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敢 在这里招了招了招 原来这头母猴因为摊 吃到市区抢摊贩的木瓜 没想到被另一句公猴 发现双方立刻上演食物争夺战 他就是驾电线杆 不过模的 驾鞋像驾电线杆 驾电线杆那里有电汤吗 我两个月就电汤了 对 那我电嘛 他吃就是 如果没有电池 就吃得太厉害了 那都没吃 母猴子自作聪明以为逃过公猴的抢 可以安心地享有战利品 没想到反而被电死 投机不找十把米还送了命 周年新闻的刘启文 王岳芳高丛报道